你告诉我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要解决的是颈椎 幽椎 还有一个就是在被 也不算幽椎 也不算胸椎 这个阵阶点 然后在对的这个胸口症 对面的后面这个疼得很厉害 特别是往直睡觉疼得特别厉害 我看到有点蛇啊 看到有点蛇啊 看到有点蛇啊 被那个 被那个 农季啊 刺在它那个 刺在那个 我给我很难拿掉啊 这个啊 这个主编啊 这个偏什么啊 这个地方 啊 今天我下面一点点 在正中央偏主编里面 就 就那个蛇的位置啊 蛇被一个棒棒 就 就刺在下面 好好好 哎 刺住一个啊 你看得见吧 看得见 刚才那个地方是 被刺了 这个地方是被刺了 这个地方是被刺了 然后呢 右 右腿弯 刚才这边主编啊 右边呢 小腿弯 这里吧 被人踩了一脚 这只童的人 你看 就踩了它 吃了它 现在人都尽量过那个地方 在脚踩着 踩着 踩着 相当心的蛇 吃到那个 右 右边小腿弯 周边 把那个地方踩住了 这个脚踩的 这个是棒棒刺的 哎 是 吃了这个 蛇啊 所以在正常啊 哎 在正常的时候 好像 一囊头啊 一个锤子啊 砸上去啊 砸到这个地方 哎 还有点头昆头痛啊 不像那个 还有头昆头痛 这个地方 哎 这个地方被砸到 还有点头昆头痛 除了 除了那个脖子痛之外 还有那个 头呢震荡的痛 哎 哎 就砸出来的蛇啊 砸出来的蛇啊 砸出来的蛇啊 哎 实际上 后来啊 这场砸出来的蛇有了 最早开始是头痛 哎 您不知道这早不 最早是头痛 哎 头痛的是 偏主边 额头这一块 这一块 人家叫偏头痛 我不知道现在头呢 还是还没开始呢 反正就是 头连贯的 就是 哎 这个瞳子拿着 就那个锤子 往前一拍的时候 把后脑拍着 把那个 相当这个地方被砸到了 哎 这是灵贯的 灵贯的 现在今年的事件事情 事件事情啊 一个经验骨下面 另外一个小腿 铁板的地方 然后那个 脖子这边 砸了 在那个头被砸了 哦 哦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大蛇被打了 是一个大蛇 但不是这个说大蛇 不是说很大很大的蛇 这个大的意思是妈妈的意思 蛇妈妈被打了 蛇妈妈被打了 蛇妈妈被打了以后 后来那个小蛇 好像在邻居好多小蛇 小蛇出来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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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负在你身上 不是那个大蛇的灵魂 而是小蛇的灵魂 就是小 相当于他的儿子 来来来来负了 那 那么现在就不是向他沟通 而是向小蛇沟通 哎 你就那个 好多小蛇都负了呀 哎 实际上没有那么多 但我眼睛看到 他为什么那么小蛇 好多沉亲上班的小蛇 感觉 那个蛇的愤怒啊 哎 实际上不会有那么多 但我眼睛看到很多 听妈妈来报仇啦 那你又来说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妈妈给打死了 哎 你说 你对那个小蛇的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的妈妈给打死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的妈妈给打死了 哎 然后这个时候 我看到那小蛇来的人 不是我说的一个成绩上班吗 那个小帅来的时候也让你儿子这里啊 他用棒棒吃的你儿子这个地方 所以你儿子经常会摇晃头啊 那个是小帅干的 小帅干的 你看得到位置吧 这里 现在你儿子头上被吃了根棒棒在摇 摇他 棒棒摇的时候你儿子头摇了吧 是拼在那个主编 三个地板 这个地方 你跟棒棒吃起来的这个地方就晃 晃他 你正在打这个的时候不应该把你妈妈给打了 对不起我不应该把你妈妈给打了 那你说不应该把你妈妈给打了 对不起我不应该把你妈妈给打了 对不起我不应该把你妈妈给打了 那你说我知道你儿子刚才有 我知道你妈妈给打了 你在我的儿子后脑膛上面插了一颗棒吧? 在我的儿子后脑膛上面插了一颗棒吧? 我知道是我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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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我把你妈妈打死一颗,你们没着落了 我把你妈妈打死以后,你们没有着落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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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跟你说 现在我把棒棒从你妈妈身上拔下来 我把你妈妈身上拔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这个棒棒棒是在筋脉裹上的位置 完了,你们说,我不应该把你妈妈的铁腕给踩了 我不应该把你妈妈的铁腕给踩 不应该把你妈妈的铁腕给踩了 也不应该用那个锤子砸你妈妈的头 也不应该把你那个锤子砸你妈妈的头 那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就一直说,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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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现在说,我要把你的妈妈还给你 我把你的妈妈还给你 我把你的妈妈还给你 还给你 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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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都是我们的手 吃完这个食物 然后它就慢慢慢慢地离开了 慢慢慢慢地离开了 那个蛇呢 在你儿子脑袋那个地方 除了插一个棒棒的 它还传在你家里人的腰的部位啊 有时候你家的人不知谁啊 他平时自己晃那个腰呢 到底有没有晃起来,我不知道 蛇是在腊啊 腊了有没有晃起来我就不知道 反正那个蛇两边在腊 一腊一腊就晃晃晃晃晃 但是人是不是晃起来我就不知道 反正那个也离开了 那是我老公 我老公有时候也要疼他就这样 也疼晃晃晃晃 那个是蛇腊的 蛇腊了 因为打扯了这个小蛇 小蛇出来替你妈妈报复了 所以呢 让你那个 你剩下三个点 儿子这边一个点 那么你老公身上就 持下两个点 他就准备一个又一个 就这样辣 辣 现在 现在 现在离开了 现在 肚离 肚离开了 肚离开了 抵护了 就像一个 那么是蛇了 但是蛇的话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感受 如果是人的话呢 想到一个大人 受了伤 或者把他打死了 和小孩被杀了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就出来了 所以呢 要把对人类的那个基金 要放在那个蛇身上 因为这样感觉以后呢 就是 接下来你们 你们家三个人都会好了 嗯 这样灵魂已经离开了 但是那个 好的程度呢 你要 就联想到 联想到 人 嗯 但一个大人出去 生命 那个小孩没着了 你想到这样 痛苦的是吧 那个蛇就放过你了 放过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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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结束了 就是 就是一个 一个青蛇 哇 嗯 都离开了 是吧 都离开了 对 然后呢 你要做的事情呢 你就静静地想一下 你那个亲切当中 或者你认识的人 人当中啊 妈妈比较早就离开了 那种人 然后呢 后来就想到 那个小孩后来 就无疑无靠 很痛苦啊 你想到这个 再提醒到 那个小蛇的 那个命运之后 他就 后面就不会来 找你麻烦下去 嗯 因为我们想到 动物的时候 或者想到蛇的时候呢 他们想到蛇的时候呢 我们有 普通的都是业恶感 有种业恶感 有种业恶感 很难同情到他们 对 但刚才的想法呢 就想想 联想到妈妈 去世以后 小孩的苦难以后呢 用这样的心情 来递递那个蛇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有这样的心情 没错 没错 嗯 好 接受了 好好 谢谢 不用谢 再见啊 好 谢谢啊